我们要看南美阿根廷他们通货膨胀恶化 严重到民众跑去抢超市 我们带您看这个地方是距离他们首都布宜诺斯爱丽丝 36公里远的莫雷诺市 这家超市被洗劫一空 大家可以看到货架上冷藏柜的食物都被抢光光 地面是一片凌乱 那阿根廷的通膨到底多严重 他们的通膨率年增了113% 政府为了要抑制通膨 特别限制食物杂货跟石油业者 价格必须要冻涨90天 可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变成这些业者在做亏本生意 大家当然不做 所以现在四处乱象更多 民生缺物品的情况更严重了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pergunt